各位早安 昨天晚上出了社群 看到太多过去5加1的香港人 折衣缩食 用Excel去计计自己的开支 乘巴士如何便宜 如何拿什么证 什么福利 阻村右插 为了省了一元几毫 然后又说食物 不用再吃大陆东西了 英国的东西很便宜 然后屋子又大一点 其实大人很多 你们去过英国的人都知道 英国的宅宅 别说了 你们所谓那些有几层褥饰 那些小到豆腐 连我现在香港住的房子都戴不过 但你们觉得过去是住大屋 自己欺骗自己 如果市中心那些更加不用说 租金和楼价都不会比香港好很多 那真是顶不住 这些这样的 就是看着Excel表 我想起那些人真的以前很穷 那些女人做家庭主婦 又不能出去上班 拿着老公那几千元 然后又慢慢每天在那买货 买信用那几钱 那为了可能买一条 每次省一元几毫 那走几条街买 那我觉得这样做没问题的 但是移民呢 我觉得绝对不是应该这样 也未必去到要大洗特洗钱的 但我觉得至少如果你想 自己有点民族尊严 不是整个人 几万人十万八万人过去 人家是看到你这一批新的人 就像你们看大陆人 当年那些新移民 所谓的 去到英国 全部都自已熟成 坐巴士 突然间一条村 多了几个香港人 整家一家大小 坐巴士出入 很省的 又矮又小 短矮七 你知道我们 总是这样的 接着呢 又去格价买送 买些最便宜的东西 超市人家的收银 看到你整个楼 整个车都最便宜的东西 就是这个情况 我觉得都是以前 就是中国人 去到外国 一直都被人的印象 但是现在 我们当然会把它 这样去发扬光大 就是这个 我会觉得 是没有尊严地生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香港 你不是窮到窿 你不是山区 那些贫困愿 你不是这样走过去的嘛 为什么要这样过日子呢 可能你在香港 有层楼 还没有公園 卖完之后 可能拖到一百几十万 接着过去 你就是这样 每天在那儿 计算钱 数钱 接着还说 英国的教育好 为小朋友过去 什么空气好 飲食好 那些肺炎 Covid-19 那些都在空气里 入你吸 我观众真的说得很搞笑 其实呢 这个教育问题 好得最吊诡 首先不要说 你一个子女去到学校 会被歧视 你一个黄种人 歧视是必然的了 我不知道你可以吸到 多少人的东西 第一 第二 你觉得香港教育有问题 但是你们把口说 我真的很喜欢香港 香港人 香港人家 香港有什么兄弟同心 什么奇利短金 那些 这些人呢 却是从来都没有 为香港做过少少事 你们只是觉得 要跟着局长 他们去英国 林郑的小孩 都在英国 我又去英国 没有执书了 不过这些都是事实 大家都不想去 你们觉得是懒贪子的东西 没有人想去修正解决 总之就有了一些现成的东西 就是你看到 既安欺人 你们不是打算联合一起 对付既安 就是组成为既安的旗下 就算不如欺负也无所谓 你们没有人想去 开始一些群组 香港大家之间家长 一些东西去 总之去修正香港少少教育的问题 或者慢慢重序漸进 那没有的 你们觉得去到英国 乃英国 或者去到歧视都无所谓 哪有歧视 去到英国没有歧视 人家歧视到你爆 那都说没有 然后又说 看你什么人 有钱不等于有class 那些海外华人都很喜欢 这个说话 什么人有知 那些说话 和我上一条影片说的一样 你有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这些说话 有钱不一定有class 当你什么都没女儿 什么都没的时候 你就不要见到一些有钱的人 例如中东那些土豪 或者是大陆人 然后有人说 有钱没class 你连钱都没找到 过到去 在我这样的教育制度里面 自这么多年以来 从我未出生之前 到我出生到现在 有多少个你们的海外华人 不是出名 回到香港或者去到大陆 是很劲 很成功 其实大家看实际的数据 过到那边 是否等于 烫了金 然后回来 然后就很成功 有个很成功的life 有多少呢 大部分都是在公司里面打工 或者自己都不太行 男人那些 可能找个老婆吃软饭 一世 ABC BBC 你知道我说谁 有多少个是你口中的成功 你们扔到过去千山万水 走过去 觉得很容易 因为是一个赢家的心态 你们过去已经 穿着这件应该校服 也觉得尖尖自喜 很棒 很爽 比打飞机 那种爽的程度 总之穿着一件英国校服 在一间英国学校打卡 打一连串的英文 就说我的子女是在这里读书的 有一间很好的英国学校 总之去到英国 你们口中就觉得 你们解决了教育问题 你们会觉得去到英国 那一间八人的学校 那就赢了 你们是不理会里面有什么问题 那些都不跟你们说 我只是觉得 如果你们认为 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问题 是不可能 你们把口又那么爱香港 是扔下香港 然后就去你们口中 觉得好的地方读书 这个 这样的民族特性 是会越来越低落 会被人耻笑的 其实和你们 一直罵了大陆人 那些外省人来香港 为了来香港 选择个很老的老公 七十几岁 那个女人十几十岁 跟着嫁了来 跟着 生了个儿子 拿完身份证 拿了一间公屋 那些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分别 分别不大 我看到这些文章表的时候 就会知道 其实 在当地本身的那些华人 我很严重地认同 有些观众 电邮和你们都可以 说多些给我听 你们是怎么看这些 B&Owner的自己 也有人说 去到那边 就算穷一点都无所谓 没有人看不起我们的 我们有class 没有钱 我们不一定喜欢名牌 不一定喜欢车的 真是够了 这些真是正宗的够了 我不信一个男人 不喜欢每个月换车 女人是不喜欢买包 对吧 就是 为什么要把这一样东西 强行当成不是 那这一宿吃 哪个会喜欢 天天抹数 坐巴士 用一个Excel 来抹数 你告诉我 我没有认识过这些人 没有人会喜欢 做这些抹数的东西 只是你无得选 当你手头上 只有鸡水 那么多钱 可能只有几十万 甚至连几十万都没有 过到去 马上做些下篮的东西 什么冬肉 加工 在那些食物厂里面做 做餐馆 或者和你们最不喜欢 大量人打工 那么 很多人会觉得 过了去外国就会很成功 其实你们留意一下 海外人去到那边 其实是很少 所谓有你们口中的 一个名字 我都没有听过 也不会说可以 在某间公司 做到企业那些 很高的主管 或者是总之 你看到现在 出名的那些名字 你是不会听到的 政界更加不用说 也不会让你进去 你都没有那么心去做 因为你们就顾着 有名牌大学 结婚生仔 嫁娶回中国人 一世 其实 为什么我常常说到 那些东西 那么流畅 那么多呢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很多 从以前我没去其他地方 到我去完再回来 其实那个模式 都是没有变得的 回来香港 你看到香港的 比较成功的人 有多少个是那些 你们口中 不懂中文的ABC BBC 有多少个 你们顶着多少大学 那些闲头 什么牛津 劍桥 回来香港 他们在做什么呢 现在有些出名 一些KOL 你们都知道 那又是顶着这些名牌 那他们每天做什么呢 我都不想开名说 你去完某个地方 或者浸完一个咸水 就像渡渡 反之呢 其实人 我真的留意到 有个观众 我觉得很适合 在外面 生活得越久的 可能是怀人 甚至那边出生的人 那个面目都很蒙满 对自己的自信 民族专业都很低 因为你看到 你一路生活的环境 那个优越的群组是白人 而你永远都不会是优越的群组 你永远都是 我看到人家好的东西 都是人家做出来的 自己就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或者是吃那些饼碎 别人吃剩那些 那些益 掉到你那里 永远都不会是你创造 永远都不会是你去 去create一件事 一样东西 或者是自己去发声 接着去引来 一大群人去follow你 黄种人 华人 永远都是这一个角色 或者可能法律之迷 其他民族 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华人 我自己可以这样说 所以 为什么也可以解释到我刚才说的 那样东西 去到外国 其实你在那边生活下去 你也是在坑渠 老鼠游走 吃人家跌下来的食物 饼碎 吃大够的 那些就觉得很厉害 什么大学出来 其实也是打一小工 或者最悲惨的就是 看到很多画面 现在你看到外国抗疫抗疫 如果反过来 反过来 中国可能每天有几百万人感染 我想真的外国有几百人 肯定整个手楼弹地扔过来 真的会开战到迟 在超市那里 到现在 今时今日都还会有很多 我不知道那些是 B&Owner 还是当地的海外华人 真的有英国胡姐 或者劉沃山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身份的人 那么 去到签试的时候 那个女人就说 这些是China Virus 就是你搞过我们这样的 是英国来的 那段片 仍然去到今时今日 还是这样的 接着那个人都不出声 只是拿过手机拍着他 其实很多时候 你留意一下 去到外国被人欺负 你连Fuck you都不敢说 接着你就说 自己有class 不讲粗口 听到粗口会打两阵 很不好意思 女人不可以讲粗口 基督徒 之类 接着你们被人欺负 被人骂 被人骂 成年人被一个年轻 去说你 你都不敢出声 你只会拖着子女 抖下头走 拿着你的羽翁服 那些蜂褂褂 十尺远 又磨碌 那样 被人欺负 被人用言语 去侮辱你 你都不敢反击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人有什么可能变成你口中的successful 我看到那条片是很大感触 因为我知道 其实世世代代 由以前中段到现在 其实都是一路这样被人欺负 明明人家 现在包最多 但人家说是China virus 人家说你了 说你这个民族了 你只是敢拿手机出来拍 以前没有手机 你都硬吃 躲下头 不出声 总之最好 人家最好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自己没想着召唤人 因为你知道你一开口 你很怕人家会动手 觉得不动手就OK 我最好快点脱离那个环境 从来没想过fight for你自己 更加没想过什么民族尊严 因为你移民得 或者是那边生活得久 或者是你很想留在 逗留在那里的人 他们就会 那个视觉就是向上望 你在下面 你向上望 那个群组 你是不会 他觉得自己要捍卫些什么 因为你觉得 自己都是不如人 自己国家都很差 但我又不想在自己国家里贡献 拿了紧了一些钱 去到别人那里 做些下囊 日日抹掃 坐巴士 当被别人侮辱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是个比较优越的群组 他这样说你 你很自然就会所有东西 颜色的了 你的子女全部看在眼里 你的子女也是会这样 去到别人的学校 如果有些白人 或者其他中央的人去欺负你 其实也是一样 你不会认为自己的子女行为 或者别人家中的电话 你大声一点 然后你就会很想平息 或者甚至反过来 送东西给人 这些我都见不少 你真的可以去一些 现在的群组 你会看到很多 那些什么妈咪群组 大家会拗 三两个中国人 中国人 香港人 我不知道是什么群组 那自己就说自己 被人欺负 那些制律回来 被人欺负 其他人就说 人家不是欺负你的 哪有歧视 你不要这么娇情 人家是没有歧视 你英国我真的不说有歧视 我来到这么久 那没人歧视我 那其实最贱 莫过于是这样 被人奸 被人抢 被人打 都说没有啊 没有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 令到自己人家 看下去 你是高贵 去到那边就高大上了 你不可以没有面子 不可以告诉别人 去到那边你被人歧视 所以在我这样的氛围之后 我这一条片都说得很老骨 在我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有什么可能会期望 就算你读死书 读什么书都好 考上你口中的大学 整口英文 你能够做到什么呢 这身人可以做到什么呢 人最基本就是自信 民族专业文 其实我们的自信心 或者是如何看待外国人的那种方式 好和我们 如何去和自己的民族之间连结 你有多了解你这个国家 你有多了解别人 而不是一直去估计 就说别人很好 我们很坏 过去就觉得自己是王者 回来自己的民族 还踩下自己人 自古以来 海外华人 都真的是这样 到现在都是一样的 这条片我也讲得太多了 下条片 如果我找到新的素材 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本身是住在英国的香港人 即不是这帮B&Owner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里分享 你们看到这些新香港人 有什么想法 或者看到什么奇人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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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